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laysia Airlines MH17班机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遭击落 航空公司忧心北韩未经宣告就发射飞谈索构成的威胁 纷纷绕道飞行 若北韩空域被视为安全无余 航空公司将可节省往返亚洲 欧洲及北美若干航线的燃油及时间 总部位在加拿大蒙特楼的国际民航组织 ICAO官员本周走访北韩 就平壤当局要求开通通过两航空域的新航线展开讨论 ICAO航空局 Air Navigating Bureau 局长克里梅 Steven Grimer 反抵北京时表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我们提出扎实保证 他们将不会在未全面预先通知区域内国家的状况下 进行危害飞航安全的活动 他们将针对相关活动先行协调 以保障我们的安全 如果有学生的能源 援学杨虞联合 杨虞联合 杨虞联合 连接 联合 室 门